各位朋友,今年7月20日就是李小龙世世五十一周年纪念的日子 我就将会在温哥华举办一个李小龙真藏品展览和讲座 届时还会有珍贵的片段播出给大家看 立刻否释李小龙的武术理念和哲学 地点就是列治文的太古广场三楼 连续就在下面这里 今次展出的展品很多是独一无二 堪称就是加拿大有斯尼最多关于李小龙的一次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约定你,7月20日见 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麦麦唐水浦》 我特意来西雅图唐人街这里 刚才看到这地方的古式有牌楼 其实唐人街跟日本街一街之隔,其实是黏着的 不过这里就很有特色,看到建筑物 还有我身后的这间,哇,名字这么熟 錦堂? 錦堂海鲜酒家,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间錦堂海鲜酒家很有来头 它就是著名的粤剧红名,苏兆堂开的 为什么用锦堂呢?这个锦堂的写法和我一样 因为苏兆堂的师傅就是粤剧大老官一哥,陈锦堂 这次特意来西雅图这里,因为我最近出了一本新书 所以又刚好过来加拿大这里,所以乘一程车就过来西雅图 打算去龙哥的墓地道自制,顺便走一走西雅图 也有好几年没过来这里了 来到唐仁街这里,唐仁佛 龙哥当年一定留下不少的足跡 都会和大家看看 除了刚才这间錦堂海鲜酒家,不知道他有没有光顺之外 喂,身后这间,他就一定没有光顺过 不过这一幢大厦呢,龙哥就非常之有渊源 事关当年李小龙就在这里开设武馆的了 在这里教授功夫,可以叫做振饭功夫 据说当年的入口就在这里,然后去地牢的 这一间其实是李小龙在西雅图开的第三间武馆的所在地 有想为征啊 好了,走完唐仁街,接着我就要打算走几公里的路 去一个名姓,个个去到西雅图一定要去的 就是Pike Market 你又可以叫它做愚人码头也可以 来到就会见到这只招牌的金珠,运材的哦 接着就见到这一档好商品的飞鱼了 什么叫飞鱼呢,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就是这样扔条鱼,不是和你包装了 变成我买了就会在这里叫,然后就扔条鱼的 这个商场呢,占地都挺广阔的,有很多层 里面很多东西卖的哦,历史又悠久 1907年就开始运作的了,当时只是买一些农产品的 好了,接着去到商场的尾部呢 就和你走这条小巷吧 尖地就不是很大的,不过很有特色哦 它叫做金哦 什么叫金呢,当然不是一块黄金的金 是G.U.M,吹波胶的金啊 你看一下,牆上一匹匹一点点这些 全部都是这些人吃完吹波胶,顺手黏下去的 你会说,哇,这整道道街都是 那就很多人了,没错,这些人真是很有空的 那么曾经呢,这里的业主啊,联同市政府呢 都三番四次呢,清除了这些这样的吹波胶啊 这些痕迹的,但是清理完之后 这些人又继续这样这样的贴上去哦 真是来去不可了,名副其实的远对抗啊 好了,看完这部金锅之后呢,继续行行商场啦 里面真的很多东西,很有特色的啊 有些很怀旧,很有趣的东西卖 但是,逐间店去看看呢 都真的可以回来大半天的 有些产品商店啦 又有一些,美国人很喜欢的那些所谓 Trading Card啦,钱币的店链啦 有些历史很悠久的啦 说到这些历史悠久,这些东西真的很有怀旧的风味啦 走在这个商场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走完商场就走在这个正所谓好像市场的地方 里面有很多鲜花档 手工艺品 香料 有些食品 什么都可以买的 这么多人排队 没错 全世界第一间的Starbucks 才不是这里 听说那天要排三个小时才能进去 不要惹我了 来到这里一定要试周大鱼汤 有很多店铺 有些要排大队 这间就不用等位了 其实味道一点都不差 又来到这里了 西雅图的湖景坟场 远调可以见到华盛顿湖的 第五次来这里了 为什么要来这一处呢 就是每一次都是来探龙哥的墓 都是所谓上墓搭清 每一次来这里 我来到第五次了 算是今次 那就是 除了有一次自己开车之外 每次都是搭的士过来的 没有一次是会顺顺利的 同亲的的士司机说 去湖景坟场 Lake New Cemetery 他们全部都不知道在哪 每次都是这样的 不知道的 问电台电台都不知道的 到时候你说 我去拜李小龙 那他就 噢 就过了噢 那就开车会来这里 其实呢 除了是的士之外 都有一辆巴士 由市中心 可以开到来湖景坟场 这里正正在正门入口 我来了几次 都有些特定的意义的 第一次来 就是99年的时候 那代替阿龙哥在香港 拿了两个奖 那拿了两个奖 不是给我的 是代表他去拿 那都亲自将那两个奖 搭飞机来 放在他墓前 说一声给他听 第二次呢 就是01年的时候 出了一本新格斗的杂志 都是用它做封面 那都是 里面宣扬很多李小龙的东西 都是拿一本杂志来给他看的 那这次 都不例外呀 湖景坟场这里 环境就真的很清幽 范围都很大的 那你说第一次来的时候 想去龙江欧姆导看看 在哪里走呢 怎样找呢 那不需要担心 刚才那条大路走进来 一路见到一个小小山丘 只有这个也是高位而已 山丘的顶 以前就没有这一棵墙的 现在起了 以前就是几棵蚱虫 这样 现在就没有了 就有一棵石墙在这里新起的 那我上一次来的时候 都没有的 那你不用担心 每一次 我来到第五次了 每一次都一定有人在这里 拜祭的 或者朋友的 那现在就已经有人站在这里了 讲风水这里就真的很好 你看看 远跳这个就是华盛顿湖的风景 以前是没有这条通道的 现在开了一条有围栏的特别通道 去龙江欧姆那里 真是成为一个景点 其实每一次来到 都一定是鲜花不绝的 完全是热热闹闹的感觉 每一次都要轮流来去拜祭的 龙哥这个墓呢 他的照片就是第二幅来的 最初那幅相就被人破坏 拿走了 而隔壁呢 就是他的儿子李国豪的墓了 两副子和一个墓 真的每一次来到 都有一份很唏嘘的感觉 可不可可 我面软都不会来喝 感情